上一期我们介绍了光股东板块大概的情况 优缺点以及配套等情况 本集继续介绍光股东如何选房 首先我们从价格低一些的左灵板块先看一下 该板块价格从13000到14500不等 这球楼盘品质的话可以选中海光股东路 精装修单价在14500左右 要求离地铁口很近的话 可以选世贸实力星河 不过该楼盘剩余房源都是超高层 单价在13000上下 左灵板块销售最好的楼盘是尾棚硅部小镇 该楼盘的优点是引进的万科物业服务 以及社区集中供暖 这点在整个武汉来说是非常少有的 单价在13500左右 整个光股东片区 目前左灵板块购房成本是最低的 当然在上一期视频中介绍过 左灵目前主要的问题是 商业配套和居住人气还没起来 接下来看一下光股中心城区 其中北区比南区房价普遍要高 当然北区配套和规划方面也比南区更成熟一些 北区第一个楼盘 可以看一下凯克光股医院 该楼盘精装交付单价在22000左右 是目前北区单价最低的新房 但楼盘紧临观报高速 整个小区噪音还是比较大的 凯德光股西原西侧靠近光股三路的领风 目前单价在26000左右 该楼盘面积段还可以 面积从107到143之间 有五种户型面积可以选 但是单价有点高 比旁边的二手房碧桂圆云镜 单价高出了四五千 接着看一下万和境界 该楼盘目前单价在23500左右 是总高六层的洋房 性价比还是可以的 接下来的光股创新天地 光股明月天喜 菲利天喜都是以大户型为主 最小面积都在140平左右 单价在24000到26000不等 该板块价格最高的则是香港之地原路 单价达到了近3万一平 这已经不是普通刚需能接受的价格了 据说该楼盘有不少二期滨江的业主买这个楼盘 另外 该板块下半年位于光股17小旁边 还有一个新楼盘宝叶仆元将会开盘 目前我们了解到的信息 该楼盘的价格也不会低于23000 上述楼盘都在北去 单价几乎都不低于23000 板块内的二手房 比如绿地光股中兴城 龙湖光股城 价格在22000到24000不等 二手房最便宜的是朗诗里城 该楼盘分了很多期 最便宜的单价在19000左右 性价比还是不错的 当然房龄也相对偏老一点 接下来 看一下高兴三路以南 南区新房价格从19000到23000不等 其中价格最低的是万盒光股 单价在19000左右 价格最高的是光股大家中兴 单价在23000左右 该楼盘的品质还是挺不错的 航派的进攻设计 同时小区西侧是豹子系公园 东侧是荷塘公园 以及光股梦幻世界商业综合体 地段还是相对不错的 其次 顶正月服单价在21000左右 其综合品质相比 大家中兴会差一些 综上本期大致介绍了 光股东片区的左领板块 光股中兴城板块 以及光股中兴城以南板块 在售楼盘的一些优缺点 每个人买房需求和预算不同 具体需要根据自身情况来选择 最后 关注我 只做干货的团队 私信我 了解楼盘更多信息 并带你实地看房 专注做好一件事 为你选好房 请不吝点赞 订阅